第五十章 最后晚餐上的其他教导 吃完以后 耶稣告诉使徒 他们应该彼此相爱 就像他爱他们一样 他们如果这样做 别人就会知道他们是他的门徒 他说 使徒如果爱他 就会遵守他的诫命 他应许会赐给使徒圣灵的恩赐 圣灵会教导他们所有应该知道的事 也会帮助他们 记得耶稣教导过的事 耶稣说 他好比是葡萄树 门徒就像树上的枝子 只有和葡萄树紧紧接在一起的枝子 才能够结出好果子 耶稣应许使徒 如果他们奉行福音 他们的果子 他们的行为就会是好的 如果他们不跟随他 就会像从树上砍下来的枝子 结不出果子 耶稣基督祈求他的使徒都能团结合一 他要使徒教导人们相信他 知道天父爱他们 然后耶稣和使徒唱了一首圣诗 就离开了那个房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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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